这盘棋讲解是跌挡起伏2023年的象甲 第二轮 红方是孟臣 黑方是正义红 开局是飞象 对斩进七足 红方上马 黑方就飞象 这儿红方的平炮 他没有冲兵啊 那应该说是不定位 这样的话就保留了局面有很多悬念 最终的话决定啊 骑兵 这样的话走了一个冷招 双方开始斗功力 你要吃他就下了 现在就踩 最终的话这个小足要抓炮 红方先避开 这个出局的先手啊 所以黑方赶快要上马他行 出来之后炮八戒二 这边呢吃双 看住 如果鞠吃的话也可以 但是红方呢想冲兵 之后上马利用他 那黑方就不肯 先抓马 红方刚好可以打足 对方的话意思是牵住 打掉之后 这儿他进炮 随时压马或者打兵 红方呢先进炮 把对方赶走 然后退回吃炮 对方威向 这里的话吃一个再说 对方的话也打一个 红方决定呢来一个换局 这儿也是骗对方 如果你下地线平局抓死炮 所以他不敢牵马 那么掌局先看住炮再说 红方的话上边马 也不给对方下来 黑方呢进足 红方也就冲兵 对方上马之后 这儿红方是补适 黑方也补个适 红方现在上马 那么前进无路呀 黑方打 红方主要的意思是回马 有一个彩炮 黑方的话就浸泡 打冲兵让你换 那么红方先补换 黑方就抓 到这儿的话也就换掉了 对方相调以后 红方冲兵 局面到这里的话都差不多 现在红方平炮 准备欺负黑方的马 黑方就上马去登 这儿红方呢先下一个兵 欺负他 那么黑方也就吃 现在开始抓 那黑方按道理还是应该去充足 你要打的话 将来就上马 跟你去踩兵 吃炮交换 走马三进无的话 有点失弱 这样的话红方抓住先手 平举过来 局面呢应该说也就占优了 接下来你看着吃兵 耐不及 打掉之后打着马 非吃不可 下底炮非有抽杀 落相的话也是 解围 红方打掉之后 上来 最终的话 这个棋啊 简单把这个石打掉 那红方 优势无疑 红方临场平居吃马 有点贪心 黑方就退回 他主要是想退去牵人家 然后呢 这个炮打过来 想把这个连环马破掉 却忽略了 黑方这儿有个炮 反而一打让他失子 这样的话 黑方多子占优了 那么局面瞬间反转 黑方开始进攻 红方想以攻带守 但是呢 目前来看 也威胁不到对方 将军的话 他就退回抓狙 所以你想先进后局 取不回去 退回之后呢 那这儿就打掉 现在形成这个局面 那黑方多子 明显有力 红方现在能考虑 就是赶快下老将归位 那这样画连环马 然后呢 随时平居 对局脱身就行 他选择调狙也没问题 到这儿还是应该下降 因为现在人家一路下 要吃你的马了 你要考虑去看 将来这个退一步的话 这个局就可以退到 这个老将给钱生根 这样随时可以摆脱牵制 那多子的话 你老被牵制也不行 但他临场的话 立功亲切 走了个进居吃马 这招棋啊 应该说点一点深了 结果不然家 天王盖地虎 瞬间呢 这个棋把马给抓死了 黑方到这儿 不甘心啊 等你再去逃的时候 你的局看不住马 那就狮子 现在这个局面啊 又反转了 红方现在占优了 那黑方想去求和 能不能喝得到呢 红方这个气啊 就看准备对方没有事 把对方阻止掉 那看似对方可以守核口 其实人家落相可以抓你相 你那么相破掉 你一手一面冰过去输了 所以他只能去看相 但是这个兵肯定没人挡啊 现在这个棋的话 红方进居 就想把对方这个足啊 先给他抓死 但是黑方到这儿呢 他有个套路 就是落相 你吃我的足可以 我将军把你的兵也抓到边线 等你看的情况下 那你就不要动了 因为有个相你下不去啊 所以这儿想吃猪还不敢吃 红方只能先平过来 找机会呢往里靠 黑方的话就抓 靠过来之后 他也靠啊 希望换 但是对方明显缺失啊 红方是不会给他换的 把这个射点起来 你下去之后 人家就下兵啊 对居肯定对不到啊 黑方虽然顽强 但是没有用 红方呢 神龙白尾 一调居 这边就要杀他了 黑方到这儿的话 这个棋啊 他选择新老将 也是顽强 不过呢 这个棋啊 你想吃这个兵是吃不到的 将军啊 对方也就退居要对 红方的话 这个棋啊 如果想吃这个足当然可以 孟成也足比较简单啊 就是平平间杀你就行 黑方到这儿其实已经坐在币了啊 那么黑方不甘心啊 把事吃掉 到这儿红方里靠啊 他是有一个平局想偷杀 红方如果靠那就僵死了 但是红方这时候飞个向 对方就只好再退回啊 但是也没有用啊 因为这个棋 他平兵过来 你要是再看中间 也没有意思了 底线杀啊 你要是出的话 他平兵 就没办法的 步步追杀阵 没法下往 确实是守不住了 正一红到这儿 也就只好认了 这盘棋啊 孟成获胜 所以说一搏三折呀 别当起伏